男女恋爱交往期间,双方的行为表现和说话方式都可能比较谨慎,这也导致了男女之间感情升温比较缓慢。 可是有的男生为了紧快地了解女生的情况以及对自己的想法,就会有可能不经意地问出让女生厌烦的话,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双方的关系还没进一步升级就半途夭折了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那男女恋爱期间有什么话,是不能随便问女生的呢?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问题,一,不要问可不可以的问题。 男女恋爱的过程中,要想感情进一步地升级加温,必然会经过甜言蜜语,再到肢体方面的接触,又得男生交往期间,甜言蜜语可能能说歌不停,但又是不敢去肢体接触。 最要命的是鼓起勇气,想牵女生的手时,都还要问一句,我可以不可以牵你的手,搞得双方都很尴尬,也会让你在女生心目中留下不大好的印象。 所以啊,在牵手,拥抱,街舞的这些肢体接触时,要做到自然,大胆,自信,这样才能让女生更加的喜欢上你。 而不要问个人情感隐私男女恋爱的过程中,不要随意,问个人的情感隐私。 现在社会在跟你交往的之前,谁没有过感情经历,感情空白的相对来说比较少。 可是有的男生却很介意,自己的女朋友以前有感情经历,别像的心里就是处女情结,会问女生之前是否交往过男朋友,或者有过几个男朋友的问题。 这样的问题,真的是很让女生反感的,很容易让双方之间的感情出现裂痕。 我想作为男生,既然喜欢一个女生,就不要再以女生过去的感情经历,把握现在和将来就可以了,追溯过去只会让双方的感情变爱。 三,不要问女生喜不喜欢自己在男女恋爱的过程中,有可能出现交往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。 男生可能感觉双方之间感情没有特别的进展,说是普通朋友发又不像,说是男女朋友发又好像没到那一步。 因此,很多男生内心就很纠结和煎熬,不知道女生到底喜不喜欢自己,实在是等不了,为了知道女生对自己的真实想法,就会贸然对女生的问出,你到底喜不喜欢我? 之类这样不成熟表白的问题,这样只会让女生感觉你很low。 其实男女交往规避话题雷区,也就是少说少问,那些让女生内心思密,难以问答的尴尬问题,让女生不会因为你乱说乱问而讨厌你。 在规避了话题雷区的前提下,再加上大胆真诚用心的对女生温柔攻势,我想很多女生都会喜欢感动的被拿下,至于方式方法不要均匀行事,要灵活的运用,这样更能增加女生对你的喜欢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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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